我在准备明天煲饺子的东西 你想鸡蛋糕吗 是的 我们要拿鸡蛋糕 我买了巧克力 哇 吃这么一块 我觉得得配个遗岛素 现在厨房超乱的 我在准备明天煲饺子的东西 剁这个白菜馅 因为明天准备的话肯定来不及 所以我今天晚上提前准备了 我的锅里 已经把肉炖下了 因为炖过好几次了 所以我在炖的时候就给你们没有拍 鲁星回来以后我们全家就生病了 包括我现在嗓子都很痛 然后小朋友发烧感冒 我老公也是感冒咳嗽 几天都没有做饭 就点外卖吃 今天稍微好一点 所以我说赶紧准备点菜 刚好有时间 明天没什么事在家里 所以我说多准备一点 就这两天就可以有饭吃 就不用再叫外卖 因为外卖真的不好吃 好 字幕志愿者 这位是 我刚下来护面的时候,我忘记了,早上被我儿子气了一下 你儿子这两天一直在气你 我的眼泪显得那么的不值钱 干嘛呀? 你看我最懂他,我最能听懂他,他这两天把我气的真的是 怕你气吗? 然后气得我今天早上面粉放多了,我活的面好多,我准备的馅感觉又不够了 这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事情 也就是意味着如果不够了,我就又要去买肉馅 然后又要切白菜,又要准备所有的东西 不是,你可以先把饺子包完 然后那个面看看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呢? 哇塞,我活了这么多面,我要包多少饺子,我的天哪 这应该是包10人份的饺子吧 我很久没活面了,掌握过来这个面的数量 面先活成这样子,让它醒一会儿 虽然它现在不是很光,有点咯哩咯哒的 但是稍微醒一会儿揉起来就会更容易一点 我现在来准备馅的部分 因为昨天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所以只需要拿出来就行了 白菜,白菜我现在只需要给它放在这个盆子里 放一点盐,给它把水攥一攥就行了 好,一点好,一点好,一点 好 谢谢 好,谢谢 好,好,谢谢 等等 不踩你 不boat 白菜好了,现在把水捏捏,把捏好的白菜就放点猪肉馅儿 面团的过程,然后我准备出去买一个甜甜圈,因为我想吃甜甜圈已经想吃好几天了 然后顺道边,我们家周围开了一个我还蛮喜欢喝的咖啡,所以带杯咖啡回来,今天就不在家里喝了 因为也是drive through,所以我就不需要换衣服,就穿家里的衣服出去就行 连鞋子都不用换,let's go 你要说hello啊,那你说吧 hello hello say how are you hello here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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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来休斯顿我可以推荐你来喝这家咖啡还不错 他们最近在我们家周围开了一家分店 可以给他尝一个 然后妈妈在买豆腐 你要Maple Ice吗 嗨 how are you doing I have the small donut dots the original flavor and then I want bacon donut powder sugar what's that flavor do you have the powder sugar donut just the regular donut with the powder sugar on it oh yeah that's it that's everything I really appreciate it yall have a good one take care thank you got donut we got you a little donut naughty naughty doobie right yeah 我点的那个是我给你看一下吧 它是Maple就那个枫糖和培根的 这家这个枫糖培根的非常有名 我就点的很基础的这个 相机拍到一块它没有电了 那手机拍吧 我们已经要开始进行 相机拍到一块它没有电了 擀皮子和包饺子的这个过程 你快看我的视频里 你的颜色我都骗了 那иной才可以吃 我看一下 我看了 就是 我看了 我看了 对 我们现在要去Costco加一个油 就去买菜去 冰箱里边都空了 要给冰箱里边补点货 你在吃pancake吗 你不要吃的话 你就给妈妈好吗 你再吃吗 你还爱你们吧 娜娜你拿不了 这是玻璃瓶子的 你想要把鸡肉放开? 是 你来吧 你去拿鸡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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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吧 我们下期再见 哈曼斯 嗨大家 这几天都没有拍Vlog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已经都没有声音了 我们从看空回来以后呢 他爸爸和小朋友就相继生病了 就感冒 我不知道小朋友是不是他爸爸传染了 还是我们一起传染 只不过我们的潜伏器上下都不一样 反正就是我是最后一个得到的 小朋友和爸爸基本上已经都好了 但是我现在就成这样子了 我这样连其实每天都有吃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昨天开始 又感觉又更严重了 听到他眼圈很重 因为我昨天晚上咳得很严重 明天就应该去约个医生看一下 我没有这么严重过 今天是中秋节 祝大家中秋快乐 我还不是刀片嗓 是那种肝痒 然后一肝一痒 说话一多就容易咳嗽 我好难受 我超级难受 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呢 我浑身疼 对了我今天去剪头发 回到我小朋友 哎呦难受 今天早上带这个小朋友来看牙齿 然后这个牙医的地方还挺酷的 他有一个等待的时候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 就很好 他不会没有耐心 这是他第一次看牙医 Hello this is your first dental visit Yeah Don't be nervous okay It's many more dental visit to come in the future Honey 嗯 看我买了什么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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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了Dubai巧克力 这个是我们中午收到的 而且他收到以后 是这样子 我给你们看啊 我中午收到因为太兴奋了 所以忘记拍了 我在亚马逊上订的 然后呢 它是里边有一个 这种干冰的pouch 然后又有这种隔温的袋子 然后包裹在这个盒子里边 所以包装非常的好 我其实一度担心 它寄到以后会吃不成了 就是融化了什么的 结果我没想到人家还蛮专业的 所以呀 我准备来试一下这个传说中 杜拜巧克力有多么好吃 Yeah It's like this 好甜 有点脆脆的 可能是里边加新的东西 但是我其实说实话 我尝不太出来 那个potassio的味 巧克力的味会更浓一点 然后非常的甜 第二口里边有 但我第一口没有 第二口可能 这个酱我吃的更多一点 它越往里边咬 它的酱更厚 因为它的边边的原因 它的酱比较薄 但是好甜啊 太甜了 哇 吃这么一块 我觉得得配着胰岛素 真的很甜 不如再买第二个 尝个新鲜还可以 但真的太甜了 我买了一些床品 一起把它们洗一洗 然后最近就可以换上了 房长找的是这个牌子吧 我现在睡觉有三个床 我晚上睡在二楼 因为要陪小朋友嘛 所以二楼那个房间是一个 queen size bed 所以我需要给那个床上买一些床品 因为小朋友现在已经换成了 floor bed 所以要重新给他再买一些新的床品 所以小朋友现在那个床是一个twin size 然后我们楼下master bedroom 还有一个king size bed 所以就是我现在要买床品 要买三个床上的 就是有一些床品都需要更新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这个牌子 看上去还不错 所以想试一下 妈妈在把这些快递拆了 no no feel up feel up be careful come on 颜色大概是我想要的 很秋冬的感觉 很cozy的颜色 给我床上和给小朋友床上买的塔子 这个颜色还挺可爱的 是一个橘红色 然后我就给我床上买了一个比较基础的 老公你一会儿帮我把箱子收了 哎呀大家听我的鼻音还有一些 他们好吵 他们好吵 我小朋友最近又开始 迷上了那个蜘蛛侠 还有hawk 就spiderman hawk 前段时间他喜欢dinosaur 然后突然之间 他就有一天喜欢dars vader 就是那个star war里边的一个 一个反派角色 男孩这种东西你也不用教他 就像小姑娘就天生喜欢什么 barbie啊 就是stuff animal啊这种东西 但我儿子看见这种什么jellicat 一点反应都没有 都不会停留一刻的那种 他顶多就说 哦妈妈animal that's it 就是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 旁边放一个什么spiderman的mask 或者说whatever 枪啊 剑啊 棍啊 棒啊 这种 这种东西 恐龙啊 怪兽啊 他就好喜欢 anyways 我就好奇怪 就是我从肩膏回来之后就感冒了好久 去看了医生 event都已经开到消炎药 然后才能止住我那个咳嗽 就是我那个咳嗽已经真的是很奇怪了 上次好了之后 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以后 我就又感冒了 但是那这个症状又跟上次的不太一样 就有一点担心 我们就又回到医院 然后我就又跟我医生讲了这个情况 我的医生说那我们就去照一下x ray 就是那个x光看看我的肺有什么问题 然后又咽了血 就发现什么都是正常的 我的肺里面也没有任何问题 结果我的医生就发现到就是我是过敏 导致的鼻炎 然后导致的就是因为鼻子和嗓子 它是连接的嘛 所以你鼻子不舒服 有什么吸进去什么很过敏的东西 然后你的嗓子也会不舒服 然后就会干咳之类的 anyways 我就不要给你们再讲 我这个这两个月就是经历的事情了 反正我医院真的是跑路无数趟 怎么办 我们家太吵了 我已经没有地方待了 怎么这么吵啊 你们俩可不可以不要吵了 好吵 不要笑 认真一点 我儿子每天都跟我再说 mommy i got power 我儿子每天都给你吃 我儿子每天都给你吃 把它喝首颜色 我儿子每天都给你吃 都给你吃 十五分钟 我儿子每天都要吃 我儿子每天都给你吃 你这就有点 不要 儿子每天都给你吃 这个 好 我也想吃 我儿子每天都给你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